好那么光复乡除了拥有泰巴郎 以及马太安全国最大阿美族的聚落 还包括其他部落总共有10个 乡草林清水从上任以来就积极争取建制部落的聚会所 获得上级单位的支持跟协助 也推动执行阿鲁龙以及乌卡盖两个部落的聚会所作业计划 进走达成一部落一聚会所的建设目标 不论是乡草场部落还是马佛部落聚会所 光复乡公所近两年来 阶级推动建制工程今年度都将组一完工 而其中乡草场部落族人甚至今年的乙黎姓 就能在新的聚会所里燕灵祭祖 目前我们光复乡今年度有两个聚会所在兴建 就是马佛聚会所还有乡草场聚会所 马佛比较快 我想今年度的丰年季 应该都可以在明年办 另外圆明会给我们大概有大兴的一个聚会所的规划费 一百多万 那我们进取 已经代表通过之后 我们进取来规划 如果我们是跟糖厂租了三分九里地的农地 然后准备新办我们聚会所 可是因为它农地所以要变你新办计划书把它变成特地目的事业用地之后才可以再规划 乡草林清水上任以来积极推动地方重大建设 尤其部落聚会所的建制作业更是马不停蹄 不论是提报新办事业解决用地问题还是经费设计规划等瓶颈 乡长林清水指出 索性有商待会的支持力挺能顺利突破各项关卡 三公所团队排除万难 立平完成一部落一聚会所的最后一里路 记者石玉兰光复采访报导